我带他回我老家去茅台镇 知道吗 我是贵州茅台镇的 我们那里都很能喝酒的 他以为他很厉害 很英雄 想喝两杯给我家乡人看看 你不想想你什么尿子 我家里的人都是喝酒长大的 我是茅台镇的 产酒的 他去跟我那个哥 随便进两杯 还有我的小侄子 我一个小侄子就把他灌倒了 两杯就把他弄倒了 你要当喝水 他呢 不行的 他一喝酒喝倒了 不是你哥哥说 你第一次来 我们干一酒了 你要是不喝好 怎么怎么怎么 我第一说一大堆 喝酒了你干嘛了 你知道吗 他喝酒了很搞笑的 真的是 就在那里说 你们贵州的山好多 路又不好 你看这些地方 都没有我家乡好 你看我家乡都是前约 你这个地 这个菜不好吃 那个菜也不好吃 你很搞笑 结果回到深圳以后 他又跟几个兄弟去喝酒 我就随便在他耳边受伤 我说这个人情商很高 他就马上 你要成英雄了 他就站起来 跟人家就干杯 一个一个的敬 他喝多了 就手无足道的 又抖腿 那我就觉得很丢人 我都掐他腿了